现今的齐河在历史上又被称作叶老熙,南江,这条河流的源头位于贵州省童子县华山乡,总长度约为二百三十千米,齐河的河水流进重庆市的江津区,自顺江口汇入川流不息的长江,南江水风光秀丽,素来为古代文人喜爱,明代的文人江渊曾为此江赴诗一首,诗云薄熙遥和大江流, 浩荡烟波送白欧,沐浴半衰以谱内,夕阳一线挂滩头 然而在节奉前的动荡时期,齐河却并不平静 1939年,国民党特务于齐河流域的广星、武福乡,对三百多名追求思想进步的青年先进分子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 要知道,这些青年学生并非遭到国民党分子敌视的中共党员 他们只是追求进步,思想端正,拥有良知的中国人 这些学生奔走于抗战号召的前沿,没想到却被同为国人的大兵迫害致死,令人心许 那么,这些学生究竟做了什么,竟让国民党特务对手无寸碟的他们痛下杀手呢? 根据文献记载,他们只不过是编排了一幕名为李秀成之死的话剧,仅此而已 话说,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迎来了历史上最惨淡,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为了将侵略者住出我们的家园,无数中国人拿起武器,为中华民族抛头颅,洒热血,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 在此期间,全国各地的许多先进青年受共产主义感召,千里迢迢奔赴延安,为抗战事业发光发热 然而,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而言,他们最害怕的一幕,就是共产党日益发展壮大,对己身不利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国民党于1938年初,在武昌成立了打折抗日救国旗号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 下文缩写为战干团 该训练团的最高长官由蒋介石兼任,陈诚担任副团长,贵永青被任命为教育长 训练团表面上扬起抗日救国的大旗 从民间招揽主张抗日的热血青年,背地里却对这些青年进行法西斯式的教育 企图将他们打造成反共的炮灰团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从沦陷区逃亡武汉的青年加入了训练团 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接受了法西斯式的训练 到1938年10月,武汉被日军攻陷 战干团被迫战略转移到齐河一带 在转移之前,训练团已招募了足够的队员 由两个男生总队和一个女生队组成 全人数在4000人以上 团部就设立在京江京市广新乡彭桥村齐河沿岸的新龙电子 指挥部则坐落于距离新龙电子不远处的桥河场 平日里,两个总队的学员便居住在齐河下游的广兴 武府两地中庸的民宅中 因为加入到训练团里的大多是一些年轻人 这些青年对生活抱有乐观的态度 所以即便是在向南方转移的这一特殊时期 学员们也经常会组织瘟疫会员 向沿途的群众进行汇报表演 加大抗日宣传的力度 因为学员们设计的节目集结地起 又发人深省 所以广受好评 作为教育长的桂永青 对学生们的行为颇为赏识 干脆就在学生中选拔了一些有演艺天赋的青年 组建了中城剧团 专门负责文艺表演 广新与重庆的直线距离不远 所以战杆团从重庆起来了文艺界的老艺术家马彦祥 让马先生为学员们进行相关的培训 1939年 剧团里的青年们自编自导了李秀成之死 1940年 这出李秀成之死的话剧正式搬上舞台 学员们开始在临近的广新 新龙五福大太表演 深得群众好评 后来这出戏又被搬到了齐和县城的剧院里 逐渐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同年1月中旬 重庆国泰大剧院上演了这一出李秀成之死 深得重庆群众喜爱 其实这出李秀成之死的剧本并不复杂 它借助的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历史事件 讽刺的是一些线下的石壁 设计剧本的学员认为 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们 应该铭记太平天国运动所留下的历史教训 抗日阵营应该团结协作 而不是搞窝里斗 这场戏的中心思想 刚好符合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 史达纲领的主张 所以广大先进人士对李秀成之死的评价 水涨船高 然而学员们苦心编排的话剧 却引起了新农场国民党特务联的注意 相关人士看完了演出之后 向贵永青秘密汇报李秀成之死 就是在炫扬共产主义 中城剧团并不忠于国民党云云 甚至还罗知了剧团成员 利用电台开展特务活动 沟通共产党员的罪名 对此贵永青不敢马虎 连忙将这些情况汇报给副团长陈诚 陈诚文讯后 当即下令将中城剧团里的五十多名 演职人员全部抓了起来 将他们扣押在齐河边上的洋房子里 随后总队长洋后才等人来到洋房子 对这群有通共嫌疑的话剧演员 进行严刑拷打 在这段时间里 光新唱的大街小巷上 时常会出现到抗日前线去 打倒军阀某某某 打倒土豪某某某的革命标语 这种现象让国民党特务坚信通共分子就在剧团里 于是在被积压的剧团成员举不招任的情况下 特务仍残忍地对他们下了毒手 这其中除了几个扮演无关角色的女演员之外 大多数演员均遭到杀害 李秀成的扮演者李因遭到活埋 而其他演员则纷纷被枪决 按理说 在这些当事人被处死以后 话剧李秀成之死所闹出的风风雨雨 也该就此落幕 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同年四月 一名叫李可林的学员 看不惯国民党对他们实行的法西斯式教育 从训练团中开了小差 因为李可林平日里与中城剧团里的一些学员来往密切 于是特务们又将此事小题大做 抓来许多学员进行逼问 在逼问的过程中 特务王学员舒汉仪的嘴里灌下几斤烈性白酒 中汉仪在民音大罪的情况下称自己是共产党员 并胡乱指认了几位同伙 自然 这些被咬出来的同伙 无一例外 全部遭到积压 因为亲共所立下的汉马功劳 贵永青得到了上级的嘉奖 上风一次性拨付了六千元的活动经费 在重赏之下 特务们的亲共热情空前高涨 他们为了得到更多的嘉奖 便开始在训练团内搅起心中血语 在此之前 但凡在报刊上发表过抗日文章 创作过抗日诗歌 宣传甚至阅读过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八大纲领 在李修成之死事件前 与忠诚剧团关系密切 甚至向上级提出过不合理意见的 全部都化为共匪 遭到国民党特务无休止的言行拷打 到后来 哪怕是一些赞扬李修成之死作品写得不错的学员 百姓也都遭到牵连 所有被特务抓走的人都遭到种种酷刑的对待 这些酷刑包括鞭打 棒打 悬吊 灌酒 电击 蛙眼 很多人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酷刑 为了活下去 便只能去打成招 招认出自己的同伙 例如 有一名叫荣树峰的学员 就是因为承受不了言行拷打 一次性咬出了19名同伙 这些被招供出来的同伙 所遭到的惩罚更加严重 一是活埋 二是溺壁 三是枪决 四是乱刀捅死 虽然 国民党特务的种种恶行 是在暗中进行的 但随着不断有学员逃离训练团 这一消息逐渐被传播到外界 当时 有一些淘宝的学员来到重庆 向陶行之进行控诉 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的暴行 随即 新华日报立即对这起 骇人听闻的迫害事件进行报道 在舆论上掀起轩然大波 然而 即便是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国民党特务仍以证据不实为由 赦免了一众凶手 仅将贵永青等人降之处理 其核残案期间 有超过300名学员 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 其中有210人身亡 除此之外 尚有300名被扣上共党嫌疑的学员 遭到积压 这些学员原本是 渴望投身战场的爱国青年 他们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还没有为抗日事业发光发热 就落入到国民党特务的陷阱里 这件事过后 国民党军政部对外给出的数字 令人觉得无比荒唐 在国民党对外宣称的数据中 被害的学员仅有20名 而贵永青杨天威等主兄虽遭到了名义上的法办 但实际上却被国民党调任他职 并未得到应有的制裁 自顾其冤多 大者其疆域 书其疆域的作者张世昭 在听闻这期横祸后 曾对该事件发出这样的感慨 对于那些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来说 战干团的岁月无疑是地狱 对于那些满腔热血的爱国